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沉究竟乱成太阳道到温 根本就在来 儿童不相信 沉究竟要嘻响 2 这童不相信 2 这相当的主题 在野鲜肮里面也是观想 尽火� 沉究竟要是 生消费道到温 沉究竟有难 沉究竟要是 测究竟要是 1 这集成 数得足 3 这具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 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给你的相维 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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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经营 根本上师 就要求 他们 念完那一佛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引起灭层者 享乐今何时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摧毁 在思想戏当中的嗔恨的敌人 那么他的果报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今生当中的一切快乐 和来世快乐的果报 这是修安忍的功德 如果一个人真正依靠下面的这些教言 观察嗔恨的本体 观察嗔恨的因缘 还有他的果等等 通过方方面面来进行观察 然后嗔恨的本体应该得不到 嗔恨的本体得不到 如果真正彻底解决了 或者是彻底从根本上摧毁了 我们相续当中的嗔恨性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这个人也是 应该说是过得非常快乐的 比如说在这个世间当中 如果一个人害你 或者是用兵器来看你的身体的时候 本来是我们世间当中 最大的痛苦 但是他修得安忍相当好的话 那么即使你的身体 肉一块块地看下去的话 你的心会如如不动的 通过这种方式来可以观察出 今生当中也是 遇到什么样的对境 什么样的力缘 都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着修安忍的人 即生当中相当快乐的 当然他的来世 就像《有关大乘经典》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感到庄严的相貌 不夺恶趣 转生到善趣 一直生生世世当中都是 变成有财富 有才华的人 所以说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省当中 应该说修安忍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真正能修的话 实际上所谓的嗔恨心 也并不是无法毁灭的 通过自己的修行也可以得到的 那么修行之后 平时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对境 都可以坦然地面对 这样以后非常希望 希望我们相续当中一点 嗔恨心没有的话 不可能的 因此凡是认为自相续当中 有一些严重烦恼的人 通过我们这次学习 这部论典的加持 应该对自己相续的慈悲心 越来越增长 对所有的人和非人 包括无情法以上的嗔恨心 就是嗔恨心的这种火 能得到熄灭 这就是我们《闻思》这部论典的 目的所在 因此我相信 应该我们这一品吧 这一品学完了以后 有很大的差别 是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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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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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地去执着的话 那就是互相我所愿意的 或者说我自己向往的事情不能到达目标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很少的 比如说本来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没有特别的希望 那这样别人对我所做的事情制造违缘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不会有产生嗔恨性的 那么我是非常随从别人的 别人说什么 我就随从别人的话 那么我的相续当中也不一定有真实的这样的嗔恨性产生 因此我们首先看看你自己相绝当中 首先产生一种不快乐的这种心态 说明是马上嗔恨性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你尽量地能不能对治 不能对治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说这是我们分析嗔恨性的因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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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所有的八万四千的这种烦恼魔君当中应该说是嗔恨心是威力最大的 他的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种宝君可以这样来理解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首先必须要看自相续当中的嗔恨心能不能断掉 如果你的连嗔恨心都不能断掉那真的学大乘佛法师可以说是没有因缘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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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是 Woman 也认为这种畔恨意的这种烦恨心的人 他是因为女人能不能断掉的一种之弱这里的就是需要弱就是因为犯了一个就是这种犯恨的这种神经过 因为这种人都没有问题也有用的 实际上也是做弱了这种事情了也是做完了的这种事情啦 我们也没有办法恢复了那种失败就是因为这种患的改善行呀 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全部的道路非常平平淡淡的 或者说没有任何违缘 这样是可能没有的 应该说有很多的趋势 有很多的挫折 有弯弯曲曲的路 风风雨雨 肯定要经过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遇到不顺的对境 不快乐的对境的时候 自己心应该如如不动 永远都不要坏坏自己的这种欢乐的心态 欢乐的心态 当然是我们作为一个世间的凡夫人来讲 永远都是保持这种状况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有了修行的境界 他的生活 无论是行住住 还是在做任何事情 都是处于一种欢喜当中 当他遇到一些不快乐的 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 他也知道 我们在轮回当中的很多事情 不一定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因此佛陀在《约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若于安乐经 不应其贪欲 若于痛苦经 也不胜烦恋 就是胜烦恋 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遇到怨恨的敌人 病痛或者一些挫折 在这样的时候 最好不要生起怨恨的心 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些 非常悦意的 快乐的 或者一些福报 财富 名声等等 人们特别一些 希求的这些对应的时候 也不要过意的 生起极大的贪心 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对待 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对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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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还有扭转的余地 还有可以改的这种机会 那么我们这些人也不应该不高兴 因为这个可以改了 那么暂时你做的事情错了也好 任何一件事情有扭转的机会 那你没有必要特别的伤心 也不高兴 没有必要的 如果这个事情已经不可救药了 已经没办法了 就像我们晚已经打烂了那样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再怎么样伤心 再怎么样批评 再怎么样伤恨心 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没办法弥补了 没办法弥补的话 你为什么这样苦恼 为什么这样伤恨心呢 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你这样的闷闷不乐 如果能挽救这些事情也可以 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堪布根和仁波切在讲义当中 也讲了一些比喻 比如说我们有些般的事情失败了 但这个可以还扭转的余地 就像是青蛤杀在地上 但是你可以尸起来 所以这种情况 你没有必要不快乐 还是应该坦然面对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 希望打烂了一样 实在是没办法 那你痛苦也没有用的了 没有痛苦 所以这是我们从理政的角度来看的 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已经做错了 那就有什么用了 当然有些事情 为了以后的事情做得圆满 有时候互相批评 这些也是在有些 大德的教言当中 比如说 上师为了盖弟子的一些烦恼 第一次错了以后 如果他一直没有观放的那样 可能他还继续会错的 所以为了自治以后的恶心蔓延 也有显现一些批评 说一些这种显现 在大乘佛教当中也是允许的 除此之外 我们人与人之间 一般来讲 为了自私自利的真正的 自想贪心的 自想嗔恨心的冲突 就越少越好 这个意思 我这样子也做了 真的吗 那当然这种我爱言 我相信这个想法 可说我再也想打算 你知道就会 Anyway 都没有办法 我答案 是不是 那些事情 我来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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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依靠我 要么我的亲友 要么我怨恨的敌人 大多数依靠这些而产生 那么依靠这些而产生 比如说 对我 别人让我产生痛苦 对我进行轻毁 然后当年对我说恶语 背后对我说一些毁谤的辟语 那么这四种依靠我而可以产生的 但是这些实际上我都不愿意的 然后我的亲友也只是 这四种不愿意的事也会可以产生 所以依靠我可以发生四种 依靠我的亲友可以发生这四种 而怨恨的敌人 我就反过来说 我自己想让他痛苦 让他遭受轻蔑 让他遭受侮蔑 让他遭受侮辱和毁谤 这四种我是愿意的 或者这样分也可以的 或者我们有些讲义当中想的 不愿意的三十六种 愿意的三十六种 总共七十二种 就这样也可以分 如果这样来分 我愿意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想获得快乐 然后获得别人的尊敬 获得别人的爱欲和敬欲 这四种是我自己愿意得到的 然后我的亲人 也愿意得到这四种 然后我的敌人 我愿意让他痛苦 让他轻毁 让他受到毁谤和恶语 这四种 所以愿意的 依靠我和我的亲友和我的敌人 总共有十二种 那么这十二种 未来的 过去的 现在的 这三个世间当中 有三个十二种 三十六种 这是愿意的 三十六种 然后不愿意的 刚才我们首先讲的一样 依靠我刚才前面的 遭受痛苦 情悔 还有当面和背后的两种诽谤 依靠我不愿意的 依靠我的亲友 也不愿意的 然后依靠我的敌人 让他快乐 然后别人对他的尊重 受到敬语和爱语 就是我不愿意的 这样的话 所以总共有十二个 不愿意的 那么这个也是以未来过去 现在三个世间来称 那么总共有三十六种 这样分可以这样说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详细分的话 的确是 我们产生善恨性的话 就是往往都是 要么对我自己作为原因 要么我的亲友或者我的敌人 可能大多数应该是这些 所以在有关经典当中 嗔恨的对境分析为七十二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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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